是她说的对吧 对啊 就前后才不到几分钟啊 就十多分钟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我不喜欢舞台上的16号 我喜欢私下的baby 姜旭 我喜欢你 刺激 李艳的姐站在这个台上都快八年了 她拿出来的套路我都觉得没见过 我一直在想 我真的以为啊 她心中的那个喜欢的女孩是12号 因为我们俩平时 有过这样的交流 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她说有感觉的 然后就是大气端庄 然后我就一直以为 她是喜欢12号 12号 原来我在baby的眼中 是那个端庄大访的这个挺好的 我赞同这个看法 姜旭啊 今天可不是拍段子 今天这是直播 直播就只有一次机会 你有把握没 说心里话 这个把握 所谓当过5年主播的我 必须有 好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12号baby 有请 相信爱 努力爱 期待啊 我想和你叹恋爱 慢慢走 请和留意我愿意 慢慢跟着回家去 梁儿哥 之前没有哪个小伙子跟你主动表白过吗 没有 都是朋友给介绍 两个人就是见一面吃顿饭 说你感觉我行吗 我说行 然后就在一起相处了 三段感情经历都没有超过一个月 所以说浪漫对于我来说就是没有经历我的一件事 我不来了吗 第一次 今天呢 站在这儿 我就是要把你先走 也许我想的是美好的 但是不管结果与否 话 我说了 我的心 到了 你说的话都记得 喜欢浪漫 不喜欢异地恋 喜欢让爸爸宠着一样的男朋友找的 是吧 我是弄的 有呢 差距 距离可能是有一点 如果咱俩在一起 真的 大姐小姐都跟你过 隔三差五 我就会给你浪漫 给你惊喜 我觉得今天这已经足够浪漫了 不够 这是一部分而已 这是什么 一部分 你是说 这个会是你们两个 接下来相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的浪漫是吗 还是今天的一部分的浪漫 今天的一部分 看来还有重头戏呀 现在能揭晓重头戏吗 需要观众配合我一下 可以吗 希望这边的观众呢 可以移到这边 好吗 将这片场地我都要用一下 需要跟大家互动吗 赞生感谢 来来来 来大家拿一下自己的行李啊 赞生感谢 赞生感谢 这是你特地买的吗 对 送他的 这个车 这个车以前是我们一起拍段子的时候 它朋友开来的 我说 你为什么车也这么好看 然后他告诉我是野马 他就问我一次 他说你喜欢吗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喜欢 然后那心 好了别哭了 哎哟 我说过 你说过的话 我都记得 今天 哎哟 我就把你说的话来到这 一一的都实现 把眼睛闭上 我说了 你为什么要看你 我说我 我说我 你为什么要看你 我说我 你为什么要看你 在我心里就是 你就像哥哥一样 照顾我 就是没办法 把他归结到我的情感当中 我喜欢男孩子 我第一眼看见的是 我爱你 我喜欢你 就算分手了 我们两个不可能成为朋友 如果我跟你在一起了之后 分手了 再也做不了朋友 我宁愿跟你做一辈子的朋友 我也不想半路跟你分开 然后这些礼物 车也好地台也好 我最想拿的一个礼物就是